紧接着带您看到近期被动元件真的是杂音不断 也因此国剧的董事长陈泰明 昨天他就亲上火线向法人来说明 虽然法说会并没有对媒体开放 但是市场疯传陈泰明对前妻卖骨解释的简讯 陈泰明其实就强调前妻就只有一人 那就是他小孩子的妈妈 因为其实前妻呢他是家庭主妇 没有投资背景 没有那么厉害能够抓到最高点 因此他才建议前妻去找私人银行来做安排 虽然前妻大卖股票 但是他还是提到对于公司的经营团队 还是相当有信心的 陈泰明也爆料执行长张启文 前阵子才新增了持股大约有1000多张 也预告自己将会买下国具的股票2000多张 此外对于近期市场的供需缓解的传闻呢 陈泰明也表示说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说MLCC的供需仍然相当吃紧 不用说台湾五个了 是20个都得要找他来签厂员 但是缺货缺到他签不下去 而陈泰明也对投资人信心喊话 他坚信两年之后 国具仍然是台湾最强的被动原件厂商 并且表示2021年新厂完成之后 预估能够满足供需缺口达到60%以上 而法说会后其实外资圈对国具大多都抱持着乐观看法 像是小摩呢 还有汇丰以及巴黎证券 都预估国具的股价渴望来到1545块钱 甚至上看1650块 不仅如此受到MLCC的缺货激励 外资还直接调升国具的财务预测 预估今年的EPS上海109块钱 明年渴望达到135块 但是很可惜的是利多消息依旧挡不住卖压 国具今天又再度呈现了开高之后的走低 中场下跌2.9% 收在720块钱 而究竟这波跌是什么时候才会停止呢 我们下跌2.9%